好 繼續來聊一聊 這個大汪之亂 今天汪小菲跟大S不講話了 但是張蘭繼續的開直播狂罵 要來點燃大家的仇恨值嗎 但先從這張床墊來講起 到底汪小菲 有沒有這麼多金買 這個千萬的床墊 事實證明 好多證據告訴我 她根本就沒買這個千萬床墊 昨天有柯南出來辦案的 那個人就是賈永傑 我想問一下盛梅姐 汪小菲是不是根本就沒有買 這個千萬床墊 那張蘭在秤什麼啊 燃燒了四天的床墊之亂 原來今天破案了 前幾天我們在直播當中看到 被肢解的那張床墊 不是傳聞中的千萬床墊 那誰破案的呢 是女柯南那個賈永傑 為什麼呢 賈永傑認識了台灣的品牌方 所以她就直接就問了對方說 到底 汪小菲有沒有買這張床墊 因為對方已經說 她不能公開這些客戶的資料 對 因為這些客戶都很頂級的客戶 不能亂公開人家的客資 但是那一句話就已經回答大家了 來 一切皆是媒體自行揣測 接下來賈永傑大人就回了 原來貴公司是沒有賣床墊 給汪小菲的 那請問前幾天張蘭奶奶還說 不但買了床墊 還前前後後訂了十張 這十張床墊我是沒看到 我只看到張蘭奶奶的那張嘴 顯然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千萬床墊 然後訂給大S當愛的禮物 不過話說回來了 這個千萬床墊這麼神秘 它到底有多麼的稀有跟珍貴呢 來看看為什麼它的珍味跟稀有 是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床墊 因為是瑞典的國寶 是皇室御用的品牌 但是它比較特別的是 請注意 我們昨天也特別提到了 第一 它的製作過程非常的繁複 因為是手工一點一滴座 然後它的這個底座有馬尾毛 觀眾朋友會說 為什麼放馬尾毛呢 因為馬尾毛可以吸濕排汗 尤其是濕氣 對我們人體其實是有影響 那再來為了環保 昨天我們在想說這馬尾毛 該不會馬死了 然後把毛取消 不是 不是這樣子的 那個馬尾毛是慢慢刷 慢慢刷 是刷那個要掉下來的毛 所以它就當馬 然後梳它的尾巴 然後那個毛掉下來 撿起來來做床墊 一張床墊150 那要梳多久啊 150匹的馬尾毛 梳多久啊 反正這張床墊呢 要將近8到12個月 所以它是非常費工的 而且保固期25年 這幾天大家都在討論床墊的問題 很多這個專業專家都說 這個床墊 你家床墊 因為台灣又潮濕 大概五年就應該要換了 可是人家可以使用到25年 那提到這個床墊呢 很多觀眾朋友 比方姐的後 因為我們這輩子 也不會睡到那個床墊 而且我認識的朋友當中 也沒有人睡過那個床墊 貧窮限制了我們的想像 那怎麼辦呢 來了 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有機會睡這個床墊了 這個地方 在葡萄牙這個地方呢 它有一個海斯藤睡眠SPA酒店 那這個酒店裡面呢 所有的東西 包括那個藍白格紋 大家就知道了 就這個品牌了 床墊 然後呢 它的枕頭 枕頭套 到這個睡袍 全部都是 可是你知道嗎 我研究了半天 我覺得你如果住進這個酒店 你不會睡覺的 不讓你睡 是啊 為什麼 你拍好拍滿啊 是 拍照 拍網美照都來得及了 天啊 這輩子好不容易 住進了這樣的一個酒店 而且睡在這麼貴的床墊上 我當然要拍好拍滿 我怎麼捨得睡啊 但是呢 我知道 你又想要問我說 睡在這樣的床墊上 到底它的好處是什麼 因為大家都是講腰嘛 腰嘛 但我補充一個故事是 有一個知名製作人就講說 其實呢 他之前因為感冒的關係 睡在這個床上 因為有時候我們吃了感冒藥 會全身流汗 所以你半夜可能要起來兩三次 因為你要換掉那個濕的衣服 對不對 那這個製作人就說 你知道嗎 自從我睡了床墊界的勞絲來絲 我整個晚上 雖然我感冒會流汗 可是我的衣服沒有濕 把尾毛起了作用 倒數量 可是我怕呢 我們管教朋友會擔心 你不要歪樓了 不是說睡了這個床 你感冒就會好 是說 有的時候會汗濕 有的時候呢 晚上睡覺會流汗的話呢 他可以一覺到天亮 是這個意思啦 好厲害的床墊啦 那我講了半天 各位會說 我也不可能去葡萄牙 不見得訂得到 沒關係 這個流量就給他蹭好蹭滿 這幾天呢 床墊絕對是個關鍵字 對不對 你換床墊了沒有啊 好 這一個品牌好厲害 我覺得這個小編 真的給你按個讚 很會蹭的一個品牌 你這個腦筋也賺得太快了 一定要看喔 來 挑一個舒適高CP值的床墊 即使換人換床 也不心疼 舊的不去 新的不來 既然舊的已經解體了 是時候該買新的了吧 全部搭上新聞梗 厲害 我覺得連我都好想買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小編這樣寫了之後 底下留言問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火會燒得起來嗎 小編說還沒有測試 還沒測試過啊 你們真的好認真喔 而且你們都有看我們節目 知道千萬的床墊 火是燒不起來的 好 那重點來了 我有了新的床 舊的人也滾了 但是我那個舊的床 該怎麼辦呢 不用緊張 來囉 新北的這個環保隊 你知道之厲害了 他們就告訴你說沒關係喔 你如果要丟舊的床墊 很麻煩對不對 我們有破床神器 請看當中的影片 可厲害了 各位 從這個床墊衍生出去 所有的周邊都非常有意思 大家很厲害 而且為什麼大家關注 是因為真的年關將近了 我們家裡大概大掃除了 除舊不新 對 我們那個床墊 實在可能十年都沒換 或二十年沒換 沒關係 送到新北來 清潔隊就幫你變成那樣 其實帶死的這張床 也是透過這個破床神器 就讓你肢節得很乾淨 好 不只是這個環保局 要蹭床墊 對 瑞典品牌蹭床墊 張嵐奶奶怎麼可能會錯過 蹭床墊的機會呢 張嵐奶奶 我真的沒看到你說的那張床 但是你這張嘴永遠避不了 也不知道為什麼 每天晚上沒看你的這個直播 我還真的睡不了覺 我昨天又幹了什麼事 來 你知道 通常直播 我們昨天特別提到 直播有的時候賣的是仇恨值 但是這個直播的主題太明顯了 為什麼呢 看到張嵐奶奶這次要賣什麼呢 賣床墊 大家就知道 她有搭上這個任何話題 跳跳 張嵐奶奶 您的身形應該有多少斤 有八十斤吧 不要這樣隨便跳 你那個獨立桶很容易破損 好 沒有 沒事 張嵐奶奶告訴大家說 我這個床墊的彈性可好了 沒有 上去滾來滾去 滾來滾去 然後其實她在滾床之前 還特別呢 打蝶 所謂的打蝶就是DJ 就是在模仿誰呢 大家就知道了嘛 劉俊葉 光頭先生 你這個主題弄得也太明顯了吧 除了跳床 打蝶奶奶 何必 我真的 旁邊還開框劉俊葉 這是怎麼一回事 說實在的 我覺得你不是在打蝶 你感覺就是 是中邪了 是吧 打蝶不是那樣的 除了張嵐奶奶 不斷不斷的在直播這個話題之外呢 很多人就想到一件事情了 我們的婆婆都好可愛喔 為什麼大S的婆婆這麼可怕呢 其實過去有非常多的故事 包括當時大S跟汪小菲 他們在三亞結婚典禮的時候 受到大家的矚目 對不對 台灣的媒體記者全部都到了裡面去 可是不得其門而入 甚至沒有辦法採訪到當事人 我記得那時候看到都是 感覺遠遠偷拍的照片 是的 為什麼呢 第一 她不給媒體採訪 不給媒體採訪也就罷了 為什麼大陸有一家網路的媒體 卻從頭到尾直播 原來聽說是張嵐呢 就獨家賣給了她對方了 有一種說法是這樣 然後張嵐還對外說 其實我們這個婚禮不得了不得了 我們是萬達獨家贊助的 結果她這個話才講完 萬達的少東 大家知道王思聰立刻就打臉說 講什麼贊助啊 我根本不認識你 哎呦 他們都不認識 那你還說是人家贊助 怎麼贊助 你有事嗎 那再來大S在生這個兒子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去了半條命 當時大S還曾經昏迷 其實非常的辛苦 孩子生下來 這個做奶奶的呢 從來不關心媳婦的身體健康 卻不斷地去PO孫子的照片 大家都覺得你這個奶奶 是不是也瘋得太可怕了 不把人家當一回事啊 對啊 有這樣的媳婦真的是很棒 你這個婆婆似乎不懂得好好珍惜 說到這裡你知道這幾天 連韓國人都瘋了 韓國人都在IG跟網路上面不斷地說 哎呀 這個婆婆真是瘋癲得可怕啊 韓國網友都看不下去了 是 遇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怎麼辦呢 有什麼擔心的 我們就自立自強嘛 是嘛 是不是 有什麼好怕的 我們大S發完聲明之後就不講話了 他也不用去直播蹭流量賺錢了 因為他真的理財很有一套 請不要忘了 其實大S呢 他的爸爸過去是我們台北 在中正區很有名的營樓 所以你要說大S也算是富家錢金 而且很有理財的觀念 十幾歲他就出道了 而且出道之後呢 他專門很會理財 為什麼就不斷地買房子 我們知道他手上有三戶豪宅 這個豪宅也是台北市一個指標型的豪宅 包括貫德遠見 當時他買的十九樓是兩戶大通 哇 一百多坪耶 好棒 那之後國家藝術館 還包括後來他現在住的台北信義 你現在看的影片呢 其實那個照片呢 是過去曝光過的 他們住的地方 就是他賣掉的那一件嘛 對 那很多的網友說 哇 在你們家呢 如果在這個家裡面打球 或者是玩躲貓貓 基本上是找不到人的 而且他客廳還有一棵樹 搭成這樣子 是啊 當時看照片的時候 哇 我們大家就睜大了眼睛 這個豪宅 而且其實他的裝潢各方面呢 都可以顯示這個女主人的品味 那其實這個貫德遠見呢 後來大S已經把它賣出了 賣出之後前後的這個落差 他大概賺了大概六百萬 所以其實大S光是在挑這個房子的眼光 就非常精準的 那我們話說回來 大S 我剛剛提到 他不到二十歲就出道了 所以他的身價也很驚人 你看喔 他光是這一次 因為他結婚之後他就不再做演出 不拍戲 甚至呢當時也不太代言廣告 那最近他付出拍了這支廣告 也是指標型廣告 是因為你如果去搭捷運啊 或者是我剛剛也在環狀線 就有看到這個大型的看板 就是他這個付出的廣告 光這一支 頭勞呢 台幣八百萬 哇 那我幫你換算一下 八百萬的意思是說 將來奶奶跟汪曉飛呢 大概要賣三十萬桶酸辣粉 才可以賺到八百萬 還要那邊自娱愚人 扮小丑辛苦的 人家大S每每上進八百萬 所以你看 其實大S永遠出現的時候 氣地神奇人對不對 為什麼將來每次出來的時候 就要動動動動動 我終於懂了 賺錢不容易啊 老奶奶這樣子拼搏 好 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三十萬桶慢慢賣吧 其實講到這裡 各位記得嗎 過去他們上這個大陸的 幸福三層咒 這樣的一個使勁秀 光是那一季的酬勞 這一對夫妻 當時是八千四百萬酬勞 哇 這是我們望成末期的 那再來就是我要提的 大S當時的那本書 到現在都是經典 為什麼那本書一上去之後 一個禮拜賣破十萬本 我也買過 妳有買齁 對 因為它裡面 教好多美容嘗試 你就覺得真的很厲害 當年 小女生會想要學 在排行榜上 指出另外兩本書 一本是哈利波特 另外一本是達文新密碼 就他 妳看 台灣之光吧 所以這本書就幫他賺了兩千萬 而且是輕鬆入袋 所以各位 其實很多人是覺得 在這個婚姻當中 大S受了不少的委屈 但沒有關係 我們就靠自己 好喔 有辦法靠自己 突破重圍呢 感謝盛美姐的分享 大S看起來這一局 是略戰上風 我會不會找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